衣服 为什么我更建议你买基本款 因为买个爆款包过几天 就不喜欢的这个事 我干了太多次 在这些年不断的买买买当中 我也逐渐体会到 就是大人的时尚 其实就是自在和舒适 因为最近整理换季的衣服 然后就发现真的有很多 弃之可惜 穿之无味的快时尚 所以也就有了今天这个视频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断舍离之后 发现了一些 真的很耐看的衣服 第一套是来自之河的 就这个小衫 我们倒是在说 先说里面这个打底衫 真的超舒服 我觉得这种贴身穿的衣服 首要的就是一定要舒服 就是你想不起来 穿啥的时候呢 就会自然而然的 把手伸到那儿 而且我发现了 它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地方 就是完全没有接缝 这件衣服是没有一个接缝的 这种设计呢 就是够舒服了 而且你看 就是虽然它很软糯 很贴身 特别轻薄 但是它真的做的贴合度很好 就是刚好盖着我们这个 掰掰肉这一块 显出来的就是 比较修长的这个手臂 这一件呢 真的是我日常 超级爱穿的一件 就是外面是开山 你看是不是超级知性 超温柔 这个颜色我好难形容 但是我很爱穿这一件 特显白有没有 而且它是个V领的设计 就是我给你把里面脱掉 你们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V领的设计啊 是能很好 就是在视觉上面拉长 我们那个脖子的线条的 我底下就随意搭配一条牛仔裤 就是变得很酷有没有 所以这件我觉得是可A可知性的 而且这种版型啊 颜色都是简洁大方 你穿个三四年 都完全不会过时 然后这件风衣也是直合的 很经典的那个羊毛针丝混合的 我感觉这个面料 是没有那种化学涂层的 但是呢 它具有一定的 就是防风防女的这个能力 颜色你看就这种经典的坨色 但这个坨色好神奇 不像一般的坨色 会显得我们亚洲人的 这个肤色比较暗黄 这个坨色它偏冷那么一点点 就很好地能把我们 那个肤色衬起来 就显得人的很白净 非常非常好驾驭的一个颜色 整体的衣服真的好有质感 你们看 看着是不是就很贵的样子 但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件 能穿很多年的风衣来说 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可以 如果你喜欢收腰呢 就可以把这个袋子记住 包括这个袋子都好有质感 就是风衣的质量真的特别好 超高级 这件真的可以 既有慵懒感又有高雅的感觉 我里面换了这个打底衫 就这样打牌 就会显得人很淡脸优雅 它这个后面设计特别很显瘦 而且这件风衣的细节 做得超级棒 接下来是 inspire store的一个这种半袖 它也是那种针织类型的 虽然很瘦身 但是你看它把你多余的肉 全都给你收起来了 就是特显瘦 尤其这个颜色也特显瘦 而且前面它的设计很好看 就是你想要稍微性概念的时候 就把这个扣子可以解开 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 怎么搭配都行 你别穿小脚那种牛仔裤呀 或者穿比较阔腿的裤子啊 怎么搭都行 反正就是很好看 因为很喜欢它 我也买了同样的另外一件 白色的 都是一样非常好搭 非常好看 这就是很简单的基本款 但是很实穿 接下来这件也是 Inspire Store的一个大毛衣 就这个毛衣很慵懒嘛 我很喜欢就是在 平常休闲的时候穿 看搭配一个 鲁鲁那个超舒服的裤子 然后再搭一个这种长腿袜 和一个运动鞋 我觉得就还挺 所以翼的一个风格 接下来这件长裙超舒服 类似于这样的 经典的简洁的小黑裙 应该是人手一条 如果你有比较正式的场合的话 这条绝对不会掉价 接下来三宅一生 这个褶皱系列 我有它加好多类似的衣服 就是纯色 什么时间穿真的都不过时 而且我觉得它最好的一点 是非常好搭理 把它揉成一团 放在哪儿 拿出来依旧还有型 还能穿 而且洗起来很方便 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 随意转都可以 这是一个开衫 就会显得人超级瘦 有没有 带出去旅行 你不方便 运衣服的时候 这个衣服就非常的实用 而且这条裤子超级百搭 因为它不会勾勒充你 这个身材的线条嘛 就是任何人穿起来 我妈那天试了一下 一百二十多斤 穿起来也特别的显瘦 我穿它家的衣服呢 可能就会在里面 搭配一个这样 亮色一点的小背心 就显得人稍微有一点活力 同样是三大医生的 这个上衣 你看它是凸秀 就是没有秀 但是是不是很显瘦 就这个剪裁 非常非常的绝妙 我觉得这样穿一身黑 都不会显得很无聊 就会显得你这个人 挺厉害的 再来是乌马王 那个连衣裙 它家的衣服 我真的超喜欢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会多给你们分享 就是那种特飘逸 然后特简单的 它其实这个面料 都是有点那种做旧的感觉 它家那个面料 好像都是自己去定制的 反正就是工艺还挺复杂 就是你穿上之后 就会觉得自己特意中不通 那个劲儿好像就上来了 然后你看这个鞋也是它家的 就是它家超经典的芭蕾舞鞋 这个鞋特别好的一点 是真的好舒服 它不仅看起来很女人 很优雅 而且真的很舒服 有很多颜色可以选 但我觉得白色是最喜欢腿长的 因为它跟你的肤色最接近 最后是一件小衬衣 是LMAO 怎么面料那个品牌 就是那个牛角包的那个品牌 就看上去很有格调 很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一种 然后这个袖子你看长长的 它这个面料是那种很有弹力的 你可以把它这样弄出来 然后堆在这一块 然后就显得人看起来瘦瘦的 OK 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的 觉得还挺好看 然后也觉得挺耐看的一些衣服 分享给大家 如果喜欢类似的穿搭视频 我以后会多多拍一些的 拜拜